俗语难看鼻子,女看嘴,自古道经,都说婚姻是人生大事,男人想找一个望自己的女人,女人也希望遇到精兵男,古人传下来的相亲要诀,也许对现在的我们,仍然有借鉴意义,难看鼻子,神乡全边终说观其外而知其内,看其面可察其心,一个高明的相视,可根据一个人的外表长相,判断出这个人的前途胸脊,曾国藩在他所著的相书《冰剑》中写道, 看相不单单看面相,还有坐相,站相,走相,音箱等,有一次,曾国藩一个老家的固有千里迢迢来投奔他,希望在他手下摸一份差事,曾国藩热情地款待他,请他一起吃饭,俩人一起畅饮叙旧,聊得非常投机,固有非常开心,满以为念旧的曾大人一定会给自己安排一个肥缺,自己眼看就要咸鱼翻身了,吃完饭后,曾国藩只是给了他一点银子, 就客气地打发他回家了,固有百思不得其解,又不好意思询问,只好郁闷地走了,曾国藩的家人也不解地问他,为什么如此对待固有,曾国藩说,这个人从小家里非常贫穷,很难吃到一顿饱饭,但刚才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,我见他掉了很多白米饭在桌子上,也不捡起来吃掉,出身穷困却如此浪费,说明他是一个旺本的人,不可用, 李鸿章知道曾国藩善于向人,有一次他带了三个人来拜见曾国藩,意在听取他对这三个人才的点评,是否可用,是否可重用,不巧,曾国藩刚好饭后出去散步了,李鸿章就让那三个人在外室等待,自己则到那室等待主人归来,过一会,曾国藩回来了,李鸿章见了他,说明来意,并准备把那三个人叫过来让曾国藩相一相, 李鸿章根据曾国藩的意见,对三人的职务做了重大调整,那若被曾国藩看好的马脸青年交流名传,后来果然成了鼎鼎有名的巡抚,咱们先说男人的鼻子,从鼻子在脸上的位置,就能看出,鼻子的重要性,因为男子的相貌,只要五官端正,鼻子挺拔,如果再能一脸正气,那么就是绝对的上层面相啊,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鼻子都占据了面部绝对的中央位置,自古以中为主位,上位,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那些男性名人政客的面相,不难发现,他们大多都有一个不错的鼻香,从外貌来分析一个人的运势,这种说法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神乎其神,这种以貌取人的理论,本质上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以用来支撑,特别是在强调逻辑性的现代,这种说法自然也就很难让人所信服,然而存在极有价值,古人所总结出来的方法也不全然都是不可信的,如果我们仔细端向一番, 其实就可以发现古人所用的这些诗人数,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,柳庄相法有记载,笔准为为其万显,其五行属土,其器在四围,主仓领,仓领,在古代通常贩指储藏粮食的地方,竟是不同于往日,在古时,粮食就等同于财富,于粮的富足也就代表着生活状态的安稳,男子的下貌,并不似女子要什么柳眉性眼, 只要五官端正,鼻子挺拔,如果再能以脸正气,同时见眉心目,那么就是绝对的上层面相啊,小时候学画人物的脸,老师讲过,人的脸面讲究横无眼,竖三停,就是说人的脸,横着是五只眼睛的宽度,上下呢,则是差不多三个额头的宽度,这样的面相最为周正,画出来也就标准和好看, 鼻子呢,不管从哪个角度看,都占据了面部绝对的中央位置,自古以中为主位,上位,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那些男性名人政客的面相,不难发现,他们大多都有一个不错的鼻箱,什么才算是好的鼻箱呢,阴沟鼻子则又小又尖,所谓一个鼻子毁了一张脸,很多时候都是由这种鼻子造成的,从面相来说,中越低矮狭小,心胸部宽阔,让人看着就难以相处, 故而在日常生活中,很容易让人觉得其在打小算盘,难以与其共事,古人认为,鼻梁高挺,鼻头大,鼻翼后的鼻箱是浮象,这样的男人不仅身体强壮,而且特别有官运和财运,虽说面相主要是来自遗传,也就是说天时地利,纯天然的形成,可是古人认为,从一定意义上,却和一个人的运势真的有某种意义上的关系,如果想挑个金龟婿,或者说金丁男, 那么可要好好看看,她的鼻子是不是好的鼻香哟,女看嘴,樱桃小嘴,单纯外郎,好齿那些,都是古代人心目中女人嘴的形状,如果一个女性是樱桃小口,那她的容貌相对而言,就会比较协调,而且会特别忘肤,嘴小的女性一般饰量也会比较少,所以非常符合古代男性的审美标准, 倘若一个女人长着一张血盆大口,不仅从外貌上来看就特别吓人,而且也完全丧失了所谓的女性美感,很多男性看到这种女人都会避之而不及,况且嘴大的女人平时吃的也比较多,她们又怎么可能喜欢上这类女性呢? 此外,在很多古代人的思想中,都会认为女人的嘴如果太薄,往往都会出现嘴特别碎的情况,这样就很容易与他人发生口角,相信谁也不愿意娶一个经常吵架的女人,同时另外一种说法认为,嘴唇薄的女人命运也会比较坎坷,正所谓红颜薄命,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富贵乡。 古代的贵族之间,有很多的诗会和马球会之类的大型相亲会,古代虽然有一定的束缚,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的恐怖,大家在这些诗会或者马球会上相看一番,看对眼了,男的就得回家准备礼品去求娶新娘了,动手晚了也就失去了好姻缘,这嘴代表了什么呢?代表了说话和气质,一个女子举止温文尔雅,生活中落落大方,该是多少男人的梦中仙女? 如果是河东狮子一般,生活非常的无状,也只有电视剧里才会出现死心塌地的人,现实中大概率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都说男主外女主内,家里有个气质非凡,落落大方的女主人,肯定能像王熙凤一样八面玲珑,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面面俱到,这样的女子谁不会抢着药呢? 对于女孩子来说,小巧为美,很多时候大放在男人身上都会有好的寓意,比如说脚大走四方,嘴大吃四方都是美好的寓意,因为男儿志在四方,表示着志向远大,潜力无穷,可若是将这些特征放在女孩子身上,那就变了味道 比如说女孩子若是嘴大,就会成为嘴大吃穷王的典范,为什么在古人看来会是这样一种结果呢?老祖宗觉得嘴大的女人吃得都不好养活,二来一个女人如果嘴大像对于面部的其他五官来说就会不协调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好看,所以在古代人们对于嘴大的女人是不太喜欢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话,嘴巴大的女人比较喜欢说话,古代基本三妻四妾的比较多,女人不出门只做家务所以容易出现是非,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男女社会地位的差距 女孩子好不好看,长成什么样都要符合男性的审美观,唯有如此,才能嫁得出去,若是某位女子太过有能力,甚至完全超过了自家男人,这在古人看来是不合规矩的 所以男人要大,女人要小,樱桃小嘴最受欢迎,不得不说,古人的思想影响深远,现代一个女孩子好不好看嘴巴非常关键 嘴巴小巧可爱会为整个脸型增添光彩,综合来看,难看鼻子女看嘴,一生富贵少是非这句俗语中 古人最看重的是男人鼻子坚挺,女人嘴巴很小,他们认为这种人才会一生富贵,少是非,那么这句古语放在现代社会,还适用吗 实际上,本文认为,古人的这种以貌取人的做法,已经不适用了,其中甚至还包含了不少的迷信思想 一个人的样貌是天生的,但他后天的努力却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怎么能够因为一个人的长相不符合古人的审美,就说这个人将来没有富贵命呢 虽然这句俗语在现代,已经不适用了 对于古人的这种避讳,我们也不能够说是不无道理的 但以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,面相之说已经是属于一种笼统的现象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长相不一定要有多帅气 但是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一定要有上进心 通过自己的努力,挣钱养活家里 这不仅是靠着鼻子就可以的 一个男人如果五官立体鼻子挺拔,那么他的面相相对是比较和善的 对于和善的人们相对都是比较愿意亲近的 那么他的工作机会,与人相处的机会多了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大了